大帅 恕我直言 这一连凯绝对不能相信 现在唯一能让他做的 就是让他赶快 把一家所有的钱给取回来 要我看哪 还是趁这个机会尽早出兵 对 我也赞成快速出兵 机不可施 是啊 这梁星北一死 他所有的势力 全归在一连肾门下 如果时间久了 这一连肾 一定会和南方的天盟会 牵扯在一起 那还是要禁兵 但是得找个法子 牵制一连凯才行 一连凯的心头肉 现在在一连肾那里 一连凯一旦发兵 一连肾 一定会迁怒于秦桑 把秦桑给杀了 你会把他赶索 到那个时候 这一连肾就是单身汉了 当年宋江收复秦鸣 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男人到最后 被征服在温柔乡里 可现如今的花容妹妹 从哪儿涨啊 姚师长的千金正戴死归忠 正好也到了可以婚配的年纪 如果能跟着一连凯联姻 我想 以后这一连凯 就容易控制得多了 就你能出搜主意 什么时候把算盘 打到我女儿头上了 要说这一连凯 跟我们家闺女倒也是般配 可是 其实服远的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连凯 有外声色全马 像秦桑这样的女人 都没法让她稳定 但也背不住 这出身忘足的姚四小姐 没准还真想得住她 各位 今天到这里吧 我去军部还有点事 辛苦各位了 少帅慢走 潘先生 真是没想到啊 您果然是 慧眼识君哪 您的意思是说 我是墙头草 哪里哪里 您这也可以叫做 剑锋转舵吧 我自知并非帅才 更适合做助力 而且只会辅佐 最有胜算的王者 我选择的人 正是少帅 我就是要进去看看四妹的情况 三夫人 您和大夫人住 已经是少帅的特许了 您就别再为难我们了 不会为难你们的 我带着我的兵看着 让他们进去吧 这是内服药的方子 多谢大夫 我这就去抓药 好 大少奶奶 三少奶奶 早点回房休息吧 这里是义府 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说话 我只是听从少帅的命令行事 多谢姚市长今天请连凯过来赴宴 是我冒昧地问一句 姚市长和李帅是不是都认为 应该快速出兵赴院啊 今天在家里 咱们不谈公事 义公子跟小女已经是很熟了 我这个女儿啊 没什么优点 就是善且仁义 从小就听话 那是自然 姚四小姐 可是新时代女性的楷模 那些新女性的调调 都是骗人的 雨萍的娘 像她这个年龄的时候 都已经成了姚太太了 姚市长 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 这婚育年龄 普遍要比上一辈晚很多 而且不仅仅是年轻人 这么认为 就连父母也是这么认为 所以啊 我觉得还是天下太平了之后 再让子女成婚比较好 好 雨萍啊 你觉得三少爷怎么样 三少爷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男人 和秦桑姐很般配 如果真要嫁人 我还真想嫁一个三少爷这样的人 三少爷 你觉得我们家雨萍怎么样啊 姚四小姐又温柔又可爱 又是大体 谁能娶到姚四小姐 那可真是她的福气 好 我跟李帅一致认为 在出兵服务院之前 你跟小女完婚 只有你们两个人 才是最般配的郎才女貌 爹 姚四小姐 你答应了吗 姚四小姐的事情你答应了吗 只要你答应了 不光是借兵的事情水到去成 你还能得到姚市长的军力支持 三少爷 一直以来 我对你都是直言直语 该说的甚至不该说的 我都绝对坦诚 坦诚对你来说比较好 事到如今 答应姚市长 已经是你不得不做的选择 况且这样做不会伤害到心丧的 我就不明白了 不过是娶一方姨太太 这种事情在你这样的家庭 算得了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愿意啊 你到底答不答应 不答应 你为什么不答应 我是不娶姨太太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事到如今 还要做这种无谓的坚持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我娘就是姨太太 我从小受着庶出的委屈长大 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娶姨太太的 你要是不娶姨太太的话 那姚四小姐就得是正事 否则 你不是一生寄人理想 就是一生亡命天涯 现在建在线上 无论你借兵还是不借兵 都会成为李重年攻打一家的理由 孰心孰众 孰心孰众 三少爷 你自己想清楚 爹 你怎么能这样 四丫头啊 来 坐下 爹 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义连凯是我哥哥 秦桑是我姐姐 连凯哥哥对秦桑姐姐一往情深 他们郎才女貌天作之和 爹就不是害女儿吗 女儿的终身幸福 爹就这样草率吗 爹你说话呀 义连凯是个人才 而且重情重义 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这件事爹给你促成了 这应该是件好事 我 可是女儿不愿意 破坏别人的感情啊 死丫头 你可真够傻的 再说了 爹难道就不关心一下 女儿也会有自己的心上人啊 这件事呢 爹也认真地考虑过了 当然了 爹也不会强迫你 但是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你一定要清楚 义连凯想借助李重年的势力 参与义家的竞争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就意味着 他将要放弃一切 而且孤注一掷 必须得赢 所以呢 所以他要真的想借助 李重年的势力 就必须做出点牺牲 来取得我们义州的信任 所以 爹就要牺牲女儿的终身幸福吗 傻闺女 这怎么能叫牺牲呢 这是你的福分 易公子是一个 值得托付的男人 他既然斩断了后路 选择了义州 那么 他就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只有眼前一条路 这条路 就是你 他是一个 义无反顾走下去的人 所以丫头 你就别想太多了 相信爹的眼光 回去安心地等婚妻 啊